辅人大学5月22号在麦当劳辅达店及大陆阁旁停车场举办第一届辅迈节活动 这次活动由麦当劳辅达店课外活动组精英学生团队与辅达课外活动指导组一同举办 请听辅达之声记者卢丽娅采访报道 5月22号下午1点半开始设计辅辅迈节 活动当天发放许多免费餐点与限量一成章自由卡给辅人大学学生 自由卡是针对辅大不定期推出业会方案 在活动当日也邀请社团表演 还有许多趣味的闯关游戏等大家来挑战 除此之外还有莫奖活动 会有这样的活动主要是因为该知名素食连锁店有95%都是辅大的学生在消费 为此该知名素食店决定回馈给辅大学生 现任老板林北洋女士说 辅大学生跟辅大学生的社团还有各种学生活动 有更多良好的互动 那我们也希望说用各种方式多多支持学生 那学生也可以提出各种不同的创意 然后来跟我们一起谈说一些合作的模式 除此之外 即日起只要单笔消费满120元就赠送一张自由卡 只要购买任何套餐即可凭学生证领取自由卡一张 本月份自由卡推出的方案为延长超时午餐优惠时段 另外凭自由卡在下午两点之后大鼠就买一送一 这次活动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客源 因此线上发放四公格莫彩券 达成四个闯关获得四个印章即可兑换一份小圣诞 并且具有抽奖资格 将盖满印章的莫彩券投入莫彩箱中即可参与莫彩 电机系经二年级又为伦说 活动还不错啊 然后就可以凝聚福大人的相亲力 让这个活动办得更好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定期上粉丝专页查看最新消息 福大支撑记者卢丽雅采访报导 福大支撑记者卢丽雅采访报导